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DSC數學療文 距離2022年的DSC開波 已經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可能很多同學在這個時候 都很擔心 只剩下不夠一個月 我起碼要準備六科 除了五天時間都不夠 你要準備好每一科 所以很多同學現在都很擔心 究竟剩下最後那麼短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盡最後的努力 去駁盡每一分去考好我們的DSC 如果你是在想這件事 只剩下這個月的時間怎樣部署 我想這段片可能適合你 有一些關於溫習的建議可以答給大家 但也要先說明這段片 只是針對數學科的溫習策略 如果你是在煩英文或者通識 即其他科我就未必能幫到你 我教你溫習英文你也不相信 說真的一句 平時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你也知道我的英文有多厲害 所以只是針對數學科的 OK 首先說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有一部份的同學 可能數底真是弱的 也有一部份的同學可能 DSE數學科目標只是求過合格 即是希望數學科合格之後 令到自己入大學的路 不會被數學科丹誤了 有些同學真的想數學科目標 純粹是合格的 但往往就是這一類的同學 可能對自己數學科真的不太有信心 可能平時考試的成績 都在合格線上徘徊 甚至乎可能平時學校測驗都是fail 明白的 真的有一部份 可能數學天分是弱一點的同學 可能考DSE真的想求合格 對於這一類的同學 如果到最後這一個月 你仍然是覺得很不安 有時合格有時不合格 萬一合格我就炒車 整個DSE 因為數學都是core之一 你至少也得到一個二 所以如果你到最後這一個月 仍然是擔心你數學科不合格的同學 我真心地說 如果你有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你知道我平時都是 我是想說一些真話 不是為了點擊說一些蛙眾取寵 亦不是為了利益 故意說一些不合格的方法 去腦點你 你有看過YouTube Channel 我想你大概知道我個人是怎樣 就是出來講信字 我會覺得我講一些真話 就是我真心地覺得 如果你在到最後一個月 你仍然是求合格這件事 都不是太穩陣的話 以我所知 有一些補習老師 是有上網賣片的 譬如說我拍下了一大堆片 譬如說求合格的話 你就要認識這二十個課題 那這二十個課題的片 我已經拍好了 你隨時可以上網去買 買完回來之後 你就可以喪體 這個月裡不停煲 不停煲 不停煲 你喜歡早上八點 晚上八點都可以 當然會辛苦些 但理論上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到最後這個月 仍然是覺得有機會不合格的話 我會建議你 考慮一下這些網上 課金買片的形式去補習 我要利身 我自己至今年為止 2022年 我沒有做任何買片的補習活動 所以沒有利益衝突 我不是為了 你們要上網買片補習 我現在剛好有個課程 輸入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有八折 我不是想推銷我自己的補習 我是沒有做買片這件事 我是沒有網上賣片 直至今年為止 將來是怎樣我不知道 可能你2023年看到這段片的時候 發現我是有在做的 不好意思 但至少直至今年為止 我是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我不是為了利益 想稅你現在進最後關頭 過來補我 我不是 所以如果你是認為我的意見是好 你可能是找其他老師 我也沒有收其他老師任何的廣告費 所以我不開名推薦哪位老師 因為我怕我一推薦 就說你自己沒有做 可能你有收別人的廣告費 那我就衛免這個誤會 我就不推薦任何口碑好的老師 但我相信 其實你們比我厲害 你們上網任何論壇 Google 一搜尋就會知道哪個老師後備好 哪個老師不好 我相信是很容易找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我只是想帶出一件事 說真的 如果你去到最後一個月 仍然在害怕自己不合格 你覺得自己有很多東西要追 我覺得上網買片 然後買完下來 下載下來 不斷煮 不斷煮 這個是你唯一的方法 可以在短時間追到整個你要懂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方法 至今年為止 沒有任何利益關係 我暫時沒有做 第二件事 說完求合格的同學 其次就是如果你是有些底子 例如你的實力 有味道 不合格 可能你是Lv3 Lv4 但你知Lv3 Lv4 即是三分至四分 相對於入大學來說 很不夠 你最後這個月當然想提升自己的實力 最有效的提升方法 一定是操勤 這個世界沒有一份摩卷 是比PARTSAVER更好 所以剩下這個月 你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要操勤PARTSAVER 這是第一 但你操勤PARTSAVER的時候 記住 你一定要看著時間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做過學生 我怎會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就是 譬如說今天打算溫書 我決定了 我今天就要操這個2021年的PARTSAVER 我上午的時候 我就操了A1 我先吃飯 去吃飯 吃完飯回來 休息一下 做完A2 做完A2很累 不行不行 先打舖機 先打舖LOL 打完舖LOL 回來晚上再做個PART B 我也經歷過這些操卷模式 但如果你真的想 這個效益是最大的話 不要這樣做 一定要算足時間 兩個小時三個字 就兩個小時三個字 不要算少不要算多 開著手機算時 當然開飛航模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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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on strict 兩個小時15分 圓卷 按停個鐘 不要再寫了 這樣 因為 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怕你做不切 因為你斬開 這樣做 你沒有限制自己的時間 我怕你做不切 第二就是那個time management的問題 如果你不習慣 在一個考試時間 兩個小時三個字裡面 去操那份卷 你經常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你錯判了時間 什麼叫錯判了時間 可能 比如頭幾條 指數定略 因息分解百分數 不等息 主項變換 那幾條是很容易的 可能你十分鐘之內 搞定那五條 你就會自我感覺良好 我做得很快 很多時間剩 那之後那些at 那些不如我計得小心一點 慢慢計 你會錯判了所有事情 如果你不習慣去看 平時有習慣看著個鐘 我第幾分鐘應該做到第幾條 多少個字應該做到第幾條 你沒有這樣的紀錄在心裏面的話 你很容易錯判了 你落到場三個字 搞定了頭五六條左右 你會覺得自己很厲害的 有機會 可能你真的厲害 但是你要一直心裏面 我平時在這個時間 我應該做到第幾條 我現在做到第幾條 我正在領先 還是落後 所以那個時間的感覺 是要培養出來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數學厲害的同學 就是這一下糟糕了 就是他會覺得 五個字之內 我搞定了A1 我自我感覺良好 這次OK 時間應該不會不夠 而且MC的問題才大 我應該一開始用MC做例子 你知道我有IG有Facebook 那往年完結DFC之後 有很多我的學生也好 或者街外的學生也好 會找我討論一份卷 我往年收到最多 說時間不夠的卷一定是MC 很少說卷入不夠時間 通常MC是不夠時間 所以你要平時操卷的時候 習慣有個時間上的感覺 我現在做到這條 我做到第十幾條 是那條三角的比例 那個問題 然後看著這個時間 我平時是否在這個時間 怎樣去做到這條 你要有這樣的感覺 那你操卷上來才有效率 也不會落到場的時候 錯判了時間 還有Part Saber操員 記得要對marking 記得要對marking 不懂得做那些題目 當然你上YouTube一把年份 大幾條 很多老師都有拍片去解釋 我也有拍 歡迎來到我YouTube Channel 點擊分 這個我就真的有你的衝突 這個我就真的有做的 近兩三年比較新的Part Saber 我是有拍片的 那你也可以歡迎你過來對 但最重要 就算你對完數 你知道怎樣做 也要看回marking 究竟哪部是有分 哪部是沒有分 你是要知道這些 第三個關於粗Part Saber的問題 就是 很多都市傳聞說 其實粗DSE Part Saber 是不夠的 很多老師或同學都會建議你 其實A層面 也有些題目 是沒有套到C的 你應該可以做到 C裡面雖然容易一些 但C的範圍 其實大部分被DSE涵蓋了 所以你也應該要做 那究竟A層面和CE的Part Saber 值不值得做 我會覺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是去到最後關頭 如果你連DSE的題目 還沒搞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時候 不要想A層面和CE 效益不大 真的不大 你操練A層面 重要是你不可以 直接摸連A層面的Part Saber操練 你是要有老師跟你篩選 哪些你要做 哪些不用做 你才可以操練到 所以這個效益不大 A層面和DSE 如果真的要比 假設你搞定DSE的Part Saber 你真的想操練 我真的比較建議你 寧願操練一些坊間 口碑好一點的剝卷 而比拿A層面來操練 是差很遠的 其實你學到的東西 不是太多 如果你不知道坊間哪一份剝卷 哪個出版寫的口碑好一點 我相信你問老師 他應該會答到你的 又或者你直接問老師 拿有沒有D券可以給你 都可以 我相信老師教了這麼多年書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草落 都有一些往階 學校考試卷在手 或者你直接問老師 拿都可以 這個就釋除尊便 所以其次 最重要是 Tall Part Saber 至於Tall Part Saber的 注意事項 剛剛就說了 第三 你還有什麼可以做 你要針對性地溫書 什麼叫針對性呢 就是你出來 好像說出來走 你都出來讀了三年高中 我也不算你初中的三年 最近三年高中的考試卷 你應該有維持 或者七驗卷 考試卷 你應該有維持 其實你可以拿出來 看你自己當時錯了什麼 將你錯的東西 全部看一次 看看你現在搞定了沒有 這個是針對性地溫書 又或者你如果之前 操了Part Saber的話 拿出來 看看自己當時是錯的什麼 你現在搞得清楚了沒有 一定要將你以前錯過的東西 全部搞清楚了 這個是第三項要注意的東西 第四項 如果你是求高分的同學 我相信你看到這段片 這一刻 其實你的Part Saber 應該操得七七八八 唯一 有其中一種可能性 會阻礙你拿升的可能 其實就是他出了一些難滿的東西 而你不記得那件事是什麼 例如他無緣無故 他真的瘋起來 他如果出了一條數 是你要懂得背 希羅公式 或者要背那些標準差的公式 才做到的話 有些同學真的沒有背 因為計數機Formula03和Mod4 是做到的 剛才講的兩個例子 所以就是你有機會 會被一些難滿的難度 平時你不習慣用開那個方法去做的 他突然間就迫你 你要背那條式才做到的 有些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 有一個動作你可以做的 就是你可以看回 就是DSC的Cellibus 上官網有得看的 如果你不懂看的話 不要緊 我之前拍了一段片 是教大家怎樣去檢索 那個Cellibus 我會把那段片的連結 放在我這段片的Description 你可以按進去看 Anyway就是你可以打開 那份考蘋果官方的Cellibus 逐格去看 究竟我是不是每一樣 去提及的東西 我都會 你作為一個checklist去看 看看官方的Cellibus 看看有沒有哪些 是我曾經認識 但我已經遺忘了 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在我這段片的Description 那裡 我之前拍了另一段片 就是教大家 怎樣在考蘋果的官網 裡面 看得到DSC新高中的Cellibus OK 最後一件事 就是跟剛才類似的 可能有些比較冷滿的公式 如果你覺得 怕自己有些公式是遺忘了的話 這個也不用擔心 其實我在兩三年前 已經是出了一份 叫做公式大傳 DSC公式大傳的文件 裡面已經是有齊了 所有DSC考試裡面 你要用到的公式 包括熱滿也有 冷滿也有 我稍後也會 將那段片的Link 放在這段片的Description 那裡 你可以檢查 最後這兩件事 當然要先離身 我也是想你多點擊 但剛才第一個 講的買片補習 我真的沒有做 截至今年為止 所以OK 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道理 就參考一下 以上就是 因為真的時間不多 其實我提你一百件事 都沒用 你應該做不及 剩下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剛才講的那些重點 如果你做齊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心裡 即是你自己打擊的目標 接下來有什麼 DSE的消息 會再跟大家更新的 總之最後這個月 盡最後的努力去壓下去 放榜的時候 等大家好消息 到時候 排招PLUS的時候再見 拜拜